其实东风本田的ENS1在上个月是已经正式跟大家见过面了 那外观看起来是跟广汽本田的EMP1是没有太大差异的 同样采用的是这种封闭式的一个前脸的造型 再加上修长的车灯和这炫耀的颜色 所以整体看起来是非常的年轻和时尚的 与本田的燃油车展现出了不一样的风格 ENS1的官方定位是紧凑型的SUV 那么整个车身是4390毫米的长度 看起来是会比大众的ID4是更加的精致了 那然后可以看到后尾的车门把手是采用的是隐藏式的一个门把手 但是前门的门把手依然是传统的门把手的造型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车尾是用了这个Honda的英文标示来代替了它原来的H的英文标示 特别有了辨识度 那这台车是一个特装车型 所以它的尾部也会有一个尾翼翘起来的 普通车型是没有的 配置方面跟广版的姐妹车型也是没有差异的 紧跟上了电动车的设计潮流 配置部分该车也将具备本田全展制控生态系统ENOS 其中融合了Honda Sensing 360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和Honda Connect制导互联系统 在动力和续航方面 ENS1将会搭载的最大功率134千瓦和150千瓦的电机 官方称这台车的零百加速的时间将会去到了8秒以内的 那而且呢它用的是三元里的一个电磁组续航里程式会去到了超过500公里的 相比起大众的ID4系列 那这台车的它的续航是有一定优势的 如果它的售价控制在20万元左右 我相信它会有不错的表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